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有没有听过 宇宙其实是一个黑暗的大森林 每一个星球就像一个拿着窗的猎人 在森林里面一步一惊心 万日被人知道自己的地标 就只有死路一片 欢迎登入 黑心林 逆思维 抽丝剥茧 反逻辑 尋找真相 令依迷离 奇闻怪事 渺渺惊心 杀到埋身 黑心林 以下节目内容涉及成人及惊吓情之 奉劝一句 中门大开 小心尋入 欢迎各位收听 10月19日星期一的黑心林 星期一 又一个星期 为何这么快呢 星期一 第一天都第一个星期 好像已经结束了 对啊 好像今晚又见到我鬼孤王 上星期一好像是我 你多数嘛 不多啊 哪里多数呢 下巴就多数 其实我今周都看了一些 我今天没看 你今天没看 你这么唏噓的 因为我突如其内 我没想过今晚我会在这 平时等星期四我才看 不是啊 你有时不仅是星期四的 偶尔会见到你 是啊 偶尔 那这个你是谁呢 大家如果不是看视像 不知道是谁 大家好 我是黄医生 我是黄中仁医生 中仁啊 你说你是医生就是医生 我也不知道可能你是医生 好 还有一位带帽的是谁呢 哈哈 灵高 为什么我们全都带帽呢 灵高大师 今天我们三个带帽 是带三款不同的帽 是 很过瘾啊 有点玄机啊 其实有两颗帽 我能说出什么帽 灵高这颗是贼仔帽 是 我这颗就叫做 叫做什么帆球帽 是 我这颗叫做军帽 或者大兵帽 是啊 大兵帽 你不知道呢 我真的不知道 你们一说的时候 糟了 这颗叫什么帽 我立刻想在这里 其实他想考你 不是想考我 我真的不知道这颗叫什么帽 是军帽嘛 这颗是军帽嘛 哦 这颗是军帽 其实我以前也有戴贼仔帽 和戴篮球帽 是 不过 呃 你知道吧 男人就当然是老礼的嘛 哦 你带开这颗老礼 是啊 有什么那么老礼 呃 哈哈哈哈 那这颗也不是很够老礼的嘛 不是啊 既然你带这颗老礼 老礼 老米 老礼 好 别吵 我们找日子和戴贼仔帽 好 我上次和他一起戴贼仔帽 如果你觉得这颗老礼 今晚这个节目不合你做 为什么 今晚我们说求签问博 是不老礼的吗 不是啊 你这么老礼 你还有什么好问 都问一下 我问什么 什么时候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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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礼这件事 0100 就是结束 到时收工走人 是不是 今晚我们的题材 就是求签问博 解白话 请问这个题目是谁出的 我们监制 美女监制 鬼强 好长 但他自己不做 他下策了3000字 他本身是求签问博 不是啊 不是啊 你是不是要我爆这些笑话 你不要不说 不好意思啊 鬼强 是不是在外面 他不是在外面 都要爆 这些尴尬的情况之下 话说上星期 我们监制美女鬼强 就传了一个PM给我 他就问我 求签问博 我听到 求签问博 白解画 白解画是否一种算命的技术 然后我问是什么 什么算命的技术呢 然后我看一看 我说 应该是求签问博 解白画 不是白解画 我说 其实我意思是 求签问博 可以为你解开多种不同的疑画 意思是这样 不是吧 因为我不知道 他不是将白解画 白解画 他就看到白解画 他以为是一种 未画 一种方术 一种方术 这种方术 都是属于 我们的玄学之中 其中一种 他误会了 他最蠢是什么 他最蠢是走来问你 这件事情 你可能问我 也不懂 也可能没有 他问他 认识那么熟 不是 其实也不关事 我想他给一些 少许资料 就搞错了 因为那个资料 可能打错了 这个白解画 也不奇怪 有时候这些字眼 倒转 也是这样 还有有些事情 我们真的会觉得 我们自己是不懂 以外的事情 所以变成 如果突然这样 被他发现 肯定是发现 新大陆一样 怎知被你破解了 以为可以 有一个新题 专门 怎知就是失望 其实这些资料 真的很容易看错 我上星期 就录了一集节目 这集节目 我还没出现 我给这些资料 弄估了我 因为资料 将那个字 我现在不开估 大家听那集会知道 资料将那个字 打到处心边 其实那个字 应该是木字边 我见到资料 出来处心边 我就跟处心边的字读 读完之后 我控制完 哥哥跟我说 你读错字 这个字应该读什么 然后我看一看 我说是木字边 是处心边 我说是呀 那我资料错了 所以有时候不关事 你叫鬼姑奶 不是的 是找些东西 你明白 他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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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戴头盔 你戴头盔 没有戴帽 你怎么知道我的头盔 帽子里面不是头盔 你真是 就变成了人家打上来问博 是呀 我到底有机会 和鬼鬼祥去看电影吧 看电影 我也想和鬼祥去看电影 很简单而已 有什么方法 留个言都可能 留言就可以了 有几个方法 刚才我们就说过 187211 打上来说你求签问博的事 或者你打上来说鬼故 或者你打上来说什么都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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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可以的 因为我们真的送大礼 刚才说过的留言 就是说你最好没赞的 就like我们的Facebook 然后就留言 可能说一下你自己求签问博的事 也可以 和我们交流一下心得也可以 如果留言的话 或者打电话上来 我们会有三套这个 是一个叠仙叠仙的 我要一套可以吗 要有一套 鬼故 你可以不可以 你一个人看完 我们有三套 一套两张 电影换票证 如果你有特别的要求 需要我们的俊男陪伴 你去看 也要看环境 那就多留几个言 你多拿几套 你想有鬼祥陪你去看 你也可以打上来要求 那他要上人高陪的 我转头压出去打 想人高陪的可以吗 要看环境 看看对手是谁 你真是坏 我不同的 我对粉丝来者不拒 谁想和我们一起看 就行了 但我怕没有非看 你明白 最好就换完 最好你也没得去看 我也想 大家尽快打电话来 和留言给我们 顺便上我们的DBC 黑心林Facebook 给个like 顺手 反正都是上去 至于我们宵夜食那里 其实也可以欢迎你们继续来 最继续来 最继续来 多点离物点手 如果大家有兴趣 也可以在我们的Facebook 留下 可以看完戏再过来 就可以了 那些时间都夹了 和一天吗 我不知道 不知道 应该可以的 换票证 换有上影的日子 都可以的 应该还未落下话 那时候还在上慶合合 是的 应该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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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派出去了 然后说 我家里的鬼鬼王 你出来陪我看 签名 都用来留意 好的 今天我们讲求知文符 大家都会说 出出一些 在求知文符里面 知道的事 和笑话 我已经有不少笑话 可以说的 看来你是去拆穿人的 看来 不是 有些有少少笑话 有神性的 也有鬼怪的 除了有笑话 也有一些真真正正的 求签文符 应该 抱什么态度 要准备什么 用什么方法去求 也有这些 我们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 你的价目表有没有 我也想知道更新的价钱 我真的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更新的价钱 是否每一个庙庙有不同的价钱 因为我为什么很差呢 或者每个人都不同 或者每个人都不同 可能出名一点 那些就贵一点 对 因为我每次求签 我全部都自己解决 所以我没有试过被人解决 你为什么不被人解决 你真是很差 你可以试一下 在人家的庙庙外面 马路边摆摆 自己摆摆摆 上面解决得不开心 就下来包开心 或者在旺角小巴站附近 也有一些摆摆摆摆摆的东西 那又不是那么好的 欠人家的生意 其实很简单 因为你自己明明懂 你为什么要付钱给别人解决 那也是 我又不是这样看的 为什么呢 我也认识Google 我认识Google 我认识Google 就是他会把自己的东西美化 永远不会下签 不会的 没事的 下签 迢转太益 因为上上签 每天都是给他力量我 通常有些东西解决不准 不单只是头签 你跟自己尖掛也是 我很少跟自己尖掛 除非那时候是不得不尖 否则尖掛了 其实眼睛好像不准 因为你自己不得很狠心去批 你不敢相信自己是不得 即是不敢去批自己 大家如果想互批 一会儿入政庭的时候 我们去批一批吧 不可思议档案 好 回来不可思议档案 今天不可思议档案 其实类似的手法案件 周不时有 这件事 但是受害者好像是两姐妹 是啊 为什么两姐妹一起受害 那么什么呢 最不可思议的事 我都看不明白 偏要说什么 哈哈 因为这个文章 即是这个报道 用了文言文 他比文言文 他这样说 应该是说 你可以化名而已 即是你写一句化名就可以了 他里面的人分别是冯某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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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某 还有这样 啥 这样就可以了 其实是什么呢 其实就是说 两姐妹 刚才鬼谷王说 这些骗案 是常常见的 经常有的 很简单 这件事 因为这些女孩子之间 去求神问卜 很容易就会上当 莫说她是用什么方法 而且她是透过 说话 你都可能落答 女孩子是很容易上当 因为很惨 因为他们真的才会 你们这样 我们很容易 就会给一个平等机会 我没说到我都很容易落答 那件事 我看了新闻 那些众亲都是女孩子 因为应该这么说 是那些 很多时候 那些 我们叫做神棍 或者说这些骗人的人 很多时候他们是男性 所以你慢慢就会变成 他们好像一拍完 就会变成 女孩子容易受害 我们男生去到 就算我们很想 被人害 都害我 我自愿 你害我 你找我 人家都不会对 这个其实是发生在内地 一个西安的地方 是 其实就是说 这两姐妹 她们遇到问题 她们自己去了 求证问卜 找了一个大仙 叫做大仙 她就说 原来这个大仙很靓 之前有些东西 诸事不信 我跟她做了一个仪式 就没有事了 做了什么仪式 这个仪式叫做换血 蛤? 怎样换? 玩到这样 我一开始都 换血是否真的 输血 或者是一些法事 你知道的 法事也会用到血金 狗血也好 鸡血也好 也会有 好了 接着我就看下去了 原来她就说 以前我眼睛的姐姐 就说 雙眼不好 即是有眼睛的疾病 她找了这个大仙去问卦 她的姐姐 接着她的指示组 就好了 其中一件事就是换血 换血是什么呢? 换血就是说 成交 即是透过体育 即是她们的过程 称之为换血 噢 不是报纸寫出来的 这个名字是新的 而且你不觉得很学术 还有一个圆寫 我听过雙修 是吗? 雙修 雙修这个名字就高一点 这个名字是 换血 你的感觉就是 好像帮你洗走 你体内不好的东西 换一套进去 就变成好像弱到病除 或者没事 接着她就介绍她的妹妹去 接着她的妹妹跟了她去之后 又是跟她做了同一样的行为 之后她就发现了 一段时间后 有了BB 但这个妹妹 其实她是有她的伴侣 即是她有她的老公 是 就发觉了 然后她就 即是到这一程度 她也要说 即是有了BB 其实她也没有想过 其实是 是那个大仙 留下来的 是 之后她发觉 她没有想过 因为她有老公 即是她有老公 即是她们也可以有这些行防 不是 但是她换血的时候 但是她换血的时候 她没有想过她换血 她觉得真的换血 她没有想过 她会把东西放进去 这个 这个 她没有想过 留下了东西 很好的答法 是的 因为她是在做仪式 是的 你的老公跟你做的东西 是夫妻的行防 那是仪式 仪式是不同的 是不同的 即是 因为她们已经被这个大仙 令到她们的理智 是亂了 她何止满血 她直接洗脑了 是的 但是发觉 原来那个时间 但不太吻合 是 那就决定 删除了 即是 删除了之后 那个老公就去入殡 即是她故意删除了 她不知道 但是 事后她就知道 她就带她去验 发觉 就是 咦? 不对的 不吻合的 那个DNA 是 好了 然后就告那个大仙 好了 就揭发起整件事 那个所谓的大仙其实是什么人呢? 那个大仙其实就是一个 在农村那里 隨便摆盪搵食的神棍 然后就用了这个 缓血的名称 这个仪式 就和这位妹妹 简单说 其实两姐妹都有 不要忘记 哇 是的 那她就吃光两个 吃光两件事 好浪 那她之后 就是验到之后 这个大仙是被人控告她是强奸 嗯 是入獄五年 所以 这么轻的? 都轻的 我觉得 你想想她不只一个 其实她没有强奸的 由头和尾都 也是 对 这个是骗案 怎样强奸 所以内地的法质 我们都看不透 都是强奸的 因为她是不愿意跟她性交的 她只是愿意跟她 去做这个换血 如果她一早说明是性交 她就不会跟她做的 是啊 没问题的 而摆入她的大使 也是跟你做仪式 是啊 没错 是啊 但应该无罪释放 这件事 应该当明释放 但后来证明了一件事 就是证明了她 她不小心留下的东西 她不是做仪式 她是性交 喂 我觉得有得反驳 有得反驳 即我们不是鼓吹人做这个 但我们觉得 其实既然都可以说 她不是强奸 我们也可以说她没有做这件事 你继续做仪式 糟了 我忘了说什么 你是觉得她做这件事 是你知道要做这件事 你知道的 你知道我要跟你换血 你知道是换血 我不知道是性交 但是清醒 首先第一个观点立场 在大师的角度 她是在做仪式 是你们世俗人 觉得我是性交 可以是这样 我只是做一个比喻 有一天 我是老板 我请了你们两位伙计 帮我忙 我今天要去银行提款 打算出钱给伙计 你们进来银行 然后银行拿了钱 给你们两位拿着 你们可以帮我拿出去 原来 我没有提款进去打劫 你们两位不知道 我有打劫的 你就知道是要进银行拿钱 是一个老板叫你进去 老板叫你进去 老板叫你进去的原因 就是因为 今天出钱 我要银行提款 那你就跟进去 你由到尾 你不知道 你真的拿了钱 也没有罪 没有罪 我的问题就是这里 现在说她有罪 原因就是因为她 是明明是性交 我们其实很坏 把一件这样扭曲 这些物件真的是骗案 其实这种骗案 他们也是抱着一个问博 找一些师傅去解决他们 没有的了 无一无知 不停有新的不同的术语出现 你说这些术语 以前一宗新闻 已经有十多年了 我听完也觉得有点 说不是 这样也有的 就听闻有一个女孩 不知道她学哪门功夫 学这门功夫的时间 她是跟一个师兄学的 那师兄觉得她的姿质差 就说我要私人受教 要给你一些过的功力 私人受教了很久都说她不行 然后就说我终于发现你不行 你不够内功 而且还没打到任督二物 你不够内功 那我怎么才够内功 我为了你 我将自己的内功传给你 记住一件事 我传过来给你 我自己会损失了 我传过来给你 我损失了五年的内功 我很惨 还有我有机会犯法 但是我为了你 你要签子说明不告我 我才会输一些内功 她不能不告 你们两个都越来越奸 其实她可以签了一名 不是的 因为那位妹妹是未够年龄的 所以不能愿意这回事 她不可以自愿 假设她够年龄 其实神棍应该 抱一点 应该出些免责声明 做这个仪式之前 麻烦你签了她 不可以的 因为如果证明到 你这个所谓的合约 是要有心去骗她 即是有骗 是一个非法行为 其实你这个合约就不成立了 我也是 那怎样才能为之合法呢 你做的事情要是合法 你一会跟你说明 我真的跟你性交 这个性交也可以帮你真文 我真的跟你性交 你要寫到我明白 我真的跟你性交 这样又好地地 即是这样说 我觉得真的要跟大家说 有很多情况 刚才两位呢 已经表现出 王太太你小心点 神經病 他刚才就 扮演一个 即是那种师傅 做一个无敌的师傅 即是 怎样可以令自己无敌化 人哥又说了他的方法 就是我弄一份东西出来 你要签 所以所有方法都是 即是你看到 站住 问了家人 这个节目是劝别人不要 不要说了 你自己想 不要想了 要不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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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情况先问一下 打上来 一百千多人 先问一下 有你多心动 想换血 也好 你也先问我们 先问我们 先问我们 说明是性交的 说明是性交的 你也不要想 也不要 是的 这些事情 大家只是提醒一下 那我们先说回 今晚的正题 考虑到的吗 没有 你当我刚才那些正题 我刚才那些挺有兴趣 其实都在预计 今晚我们的正题 是求签文 在座 你们有没有求过签文 很少 很少 我想最近一次 都要在日本 才去求签文 我也是 不知为什么我觉得 好像 可信一点 凡是不在香港 走出去的地方 好像可信一点 为什么呢 我真的想不明白 我觉得就是 可能 这是什么 李虎吞吞普通 或者可能有机会 可能是这样的 我自己本身做这一行 我太近那件事 是 变成我太近那件事 有时去到某些位置 其实有点 可能 我觉得有点崇洋心态 就是 例如我去泰国 我又拜四面神 拜四面神 其实 我不知道为什么 但 例如你在香港 你叫我去拜观音 去拜关帝 拜天后 当然 去到的时候 当然是要庄主香 尊敬 但你说 我是不是很决意去这样做呢 又不会 但我去到泰国 我特意会 一天 我会拜完 我平时拜开的那些神神佛佛 那你一年去多少次呢 一年去两次 一次拜神 一次皇神 是的 你很神心 反而我什么都没有 你什么都没有 我没有 因为我自己觉得 如果问西洋的那些可以 例如问塔罗 甚至乎寧摆都可以 为什么呢 他们没有说得那么实 即是你说 如果你其他求籤 或者问 紫微八字 他们说得太 可以整本书给 这个就是 你去年 就开始出门 不用说到这样 你明年一定要少收饮食 否则肚痛 其实没有程度上 凌哥反映了很多年轻人 都是不敢太面对现实 即是害怕 也是的 很害怕 究竟去到那个位置 也是的 但如果我刚才说 西洋的 有少少可能 都是仁哥说的 就是崇洋 或者我去日本 我是觉得 人家那些很美 很整洁 很整齊 我想说 就是日本那件事 我是觉得第一 旅游心态 怎样都要试一试 外地东西 对不对 就是好像鬼佬来我们 所以外国人 来我们 王大仙庙拜 那件事是一样的 但是 我在日本呢 我会觉得 我是觉得 有趣那件事 先走 所以我才会做这件事 而且 他的签 令到我 会觉得 美观 比神圣 那件事 就是白色纸底 黑色纸 又是桃莫 很漂亮 我想我跟你都是同一个 在日本 我们就会去明治神宫 去浅草雷门子 一定是去这两个 明治神宫 很漂亮 很清静 路很长 其实还有一个 我那次跟旅行团 我忘记了 在山里来的 你在说哪个区 高尾山 你在说哪区 东京 糟了 我真的不记得了 没有的 我很迷的 是团的 其中一个行程 去那里 京都 京都 清水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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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就会觉得 很简单 很漂亮 淺草雷门那边 是很游客 很漂亮的 有东西 我刚才跟鬼强谈过 他又是 好像我这样想法 又是你这样想法 觉得很漂亮 尤其是爱情 那些符 他觉得很柔 很柔 很柔 有条桑 怎麽漂亮 所以 其实 我觉得 是贪得意 多过 是真的 如果我在外地 其实你刚才说的 我全部都有到过 我两个心态 一个就是浏览 第二个就是去 拜一神 如果你说香港的经验 听起来 原来是我最多 因为我每一年的新年 农历年之后 我一定会去万佛寺 每一年 登高 其实挺辛苦 尤其是随着年纪大 因为我一年要上两次 年底要上一次还神 变了来说是挺辛苦 你慢慢上上 就会发现很辛苦 去到多少年 我第一年去 应该是90年 第一年去 去二十多年 厉害厉害 我去泰国 我也是去六七年的时候 其实我去泰国 我都一样 很邪忍哥 都会去拜我自己 要拜那几个 但问题 为什麽我会去万佛寺 一个机缘巧合 而这个机缘巧合 一会会说 导致到 我每一年都会继续去 就是因为我90年去那次 令到我每一年都会去 原因是因为我90年去那次 我就求到一支一号签 是什么上下中 左右 一号签 就是上上签 一定是 其实本来这个应该是下一部分 但我这部分 反正也是 我先说了 因为有些签是很有趣的 你求到那支签 你是需要还神 一号签是其中一支 那次在很偶然之下 因为我跟公司同事 那天 叫做 我们那时候出街 没有工作 因为还未开工 我跟公司同事 那时候在沙田 在火炭区 我们不如去万佛寺 繞个圈 整班同事一起上去 一上去就求支签 一求出来就求支一号签 我发现 真的是 机缘巧合 接着我就回去还神 自此之后 我每年都会去万佛寺 去求签 这个就是缘分的问题 说起求签 其实我有很多不同的经历 但我想先讲远一点 今天我们有个题目叫做 求签问博 求签是一件事 问博可以包括很多东西 问博是有什么存在呢? 要数吗? 很多 不要紧 先数出来 刚才我说过的塔罗 灵摆 符文石仔 水晶球 那些全部都是西洋的 港式的东西就交给你们了 符基 我自己有经常去问 符基 符基你又去问 符基会的 譬如有一间 就是我的客人带我去的 那间符基是香港区 有很多人排队 我每次去都要三四个小时 跟着 他又要限制你 问多少条问题 每次多两条 那他限制 也不要说限制 不是的 他限制你 不是你问多少 还要去到全部做生意的人 那些阿叔 首先这个排面 你已经看下去 是不是自己也要试一下呢 自从他介绍我之后 我每一年最少去一次 是的 会是这样的 所以我觉得 符基会出首诗 很厉害的 符基会出首诗 可以寫手诗 好猶 符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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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符辅cs 符 符ہ 符y 符 Art 相当过AM 简单 符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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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符 符枯 符枯 enfin 甚至乎用奇門遁甲 這些都可以做到很多節奏的事情 留了一樣就是聖杯 聖杯在我們殯儀的儀式裏面 不止殯儀的儀式 但殯儀是經常見的 我自己雖然是做這一行 但都是按照別人的事情而來做 因為做節目我才要去考究他 為什麼 因為 所以 其實我們用聖杯 通常都是上神位 或者是一些招魂 或者是一些水面人專用 其實目的就是問他 來不來 你來不來 但剛才跟你們聊天 水上人經常用 然後開始引申另一個問題 原來聖杯之前是天后廟 專有的 在那裡起源 所以因為這麼多問題之下 決定會做八集 我們集中在求籤和聖杯 那兩方面 集中一點 因為太多了 因為其他太多了 太複雜了 接下來會做十多八集 我們稍後回來 我們集中在兩方面再去探討 好 剛才仁哥開了頭 就是聖杯 我們就由聖杯開始 剛才剛才開了 看看能不能說 拿一雙鞋出來 也可以 可以 有分兩邊 我們先解釋一下聖杯 在仁哥說聖杯 聖杯 大家一般看到有兩種材料 一種是木 一種是銅片 兩種材料 大家有時會看到 有繩子穿著聖杯 大家不要以為穿著有什麼 其實不是出術 免得不見 你一掉落地會彈 他不想彈到哪裏 不知去了哪裏 而且一定是在地下 所以要彈到底下 所以他就用繩子綁著 但這條繩子也是結果的關鍵 也就是這個關鍵 很影響到 就是因為這條繩子阻一阻 扯一扯 我的答案是不一樣的 這是天意 聖杯 什麼叫聖杯 一陰一陽 聖杯不像是一粒腰果 但一半是腰果 一半是拱起 一半是平的 如果一對聖杯 一隻拱起一隻平的 就叫聖杯 如果兩隻是平的 就叫做少杯 少杯 如果兩隻都是拱的 就叫什麼杯 知道嗎 大家不知道叫什麼杯 叫什麼杯 喝杯 不是叫喝杯 糟了 我突然間忘記了 我問完你們之後 我突然忘記了 突然忘記了 不要緊 我們還是說說 聖杯的聖是聖利的聖 不是原本聖杯的聖 先說聖杯 聖杯本身出來之後 即是你問聖杯 剛才人哥說過 我問法就是問 好不好 行不行 好不好 就是這樣問 如果你這樣問的時間 你出了聖杯 即是好 還有可以 如果你出來的那隻杯 我們叫做少杯 是 少杯 即是告訴你 哎呀 未知行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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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出來的話 兩邊都是一個拱的 即是說不行了 但是 你有沒有留意 剛才人哥說過一件事 就說 擇聖杯 不停擇 其實應該三次 不過 基於外在環境的因素 可能擇到第二次的時候 只要一次機會 可能要做些事 可能要唸少少經 或者叫你們大聲點 叫他回來 即是令到第三次 希望他成功 通常來說 我見過問米 第三次之後 他就說你下次再來 如果不行的話 三次都 但是基於現金的時間 就等於今次的問題 即是沒有可能有約第二次 他會叫他出去 可能燒些金銀衣紙 然後又再進來再來 再問一次 剛才有鬼故旺 我知道你有一堆東西想說下去 但你講完 一陰一陽之後 即是說一個少杯 一個你忘記了什麼杯 陰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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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陰杯 陰杯 你又會知道 其實我認識的 他認識的 他認識的 他剛剛剝了雙鞋 雙鞋 前面都可以 好厲害 然後 但是強哥 剛才 在外面 跟我講過 有第三個 三個結果 三個結果 是什麼呢 叫難杯 怎樣呢 放著 不是 是站在那裡 動在那裡 他不是說你不行 他說很難 很難 難也不可能 但是他本身動在那裡 也是很難的 動在那裡 他問過 職場問師傅 這是什麼杯 這是難杯 我問他 你問什麼 沒有說 打算是來問 真的很難 但其實 是否真的抓多次 還是真的抓三次 我發現一件事 很有趣 等一下我們會講求籤 求籤也不會跟聖杯 有東西在一起 待會再去求籤 但我想說 一些我自己 集聖杯的經驗 我在香港 一間很出名 一間很出名的廟 在香港島 很出名的 香港島 那一年 我自己 衰得 貼地 貼得 很迷惘 然後有人跟我說 你去那間廟 很多明星都去 然後我去到那間廟 一進去 然後就 裝住香 裝住香 那裡那些 廟竹 看到你了 看到你 要你出去了 問你住香 讓你拿走 你過來 我幫你摘一摘聖波 他說幫我摘聖波 他主動走過來 他主動走過來 有沒有原因 還是個個都是這樣 你進去 他會看 看你有什麼事 有些人知道你是熟客 他就不搞你 我們這些生客 你去教 不要再教 教我們 教我們 教我們怎樣做 然後我幫你摘聖波 問一問 我告訴他 他一直不停摘 摘了 我起碼十下都是陰杯 嗯 兩個都是拱的 沒錯 兩個都是拱的 摘了十下都是陰杯 然後我是否忍不住問你 哥哥其實你問什麼 其實他已經問了我 他一直幫我摘聖 摘了就摘 摘了十次 我留意到一件事 其實在我之前 我坐著椅子在等 有幾位女士都在做這件事 我發現他們會一直不停摘 摘到聖杯一出 一出聖杯的時間 然後他們就會全班一起喊 因為有人在打茶茶、念經 一見到聖杯就一起喊一聲 很高興的喊一聲 但是他見到我們的陰杯 十次都是陰杯的時間 他們很緊張 到他摘到第十一下摘到聖杯的時候 然後就全都一起摘 但是實中的 沒錯,是實中的 其實我認為聖杯一定要摘到你 因為他問是否可以,是否可以 其實是艱難的 他沒有出到那個藍杯 其實整件事是艱難 你要摘到第十一次才得到聖杯 他也沒有騙你 你要第十一次才得到聖杯 你所問這件事是一件難得很重要的事 其實是的,有哪一個會刻到盡 當然會有一點反彈的事 我覺得其實他這樣的模式去做 你先不要管他見還是留的成分 我覺得他這樣一直做 你想想想,十次也不難 十次,鬼古王馬上眼神看著他 是否有緣 那個聖杯 他一定會有一點心理壓力 但他也照樣幫你摘 沒事的,你行不行,他也是做同一件事 是問卜者自己就會心知 但是鬼古王的心態是會 他越摘我就越緊張 最後是得了 這件事是明他輸壞了 其實沒有的 因為明知道他摘到十次才得到 你自己知道要摘 但如果你想想,真的摘二十次都不行 那你豈不是更摘 其實我打算叫停他 我曾經想過,不如叫停他 你停吧,不要再摘 你再摘下去,讓我心不舒服 既然這樣一身何求 不如我們先聽一首一身何求 有否聽過 宇宙其實是一個黑暗的大森林 每一個星球 就像一個拿著槍的獵人 在森林裡一步一驚心 萬日被人知道自己的地標 就只有死路一驚心 歡迎登入 黑森林 逆思惟,秋思摸檢 反邏輯,尋找真相 靈衣迷離,奇聞怪事 渺渺驚心,殺到埋身 黑森林 以下節目內容涉及聖人及驚嚇情節 奉勸一句,縱門大開 小心神入 一手古巨機的一身何求之後 就帶出了我們求籤文卜 究竟是否想問一身何求? 他們每年都會有天候補彈 因為其實西貢都是沿海的地方 天候補彈都很震撼 很虛陷 有一個環節就是 他們會坐船到奧西州的地方 好像那裡會有神功戲看 有大戲做 那裡有個哥爾夫猶場 對,那裡會做好像兩日或一日大戲 那次我媽媽回來跟我說 她說她看大戲 我也是循例問一下她可否看 其實我不知道為之好看 她就說,你們不要看了 坐到雲旋浪 我說,不是很短的 其實實質多久我也不知道 我相信不會太久 如果太久,那艘船也能去到 那艘船 她就說,因為她過了那邊看 她要坐船回來 她坐了那艘船 也是帶了天候 回到西貢那邊 她就說,因為那些船家 因為水上人多 她說那艘船家說 天候娘娘不想回到西貢 我說,她怎知道呢 她就說,紮聖杯 在船上就紮聖杯 紮到當時說 OK啦,就可以回到西貢 這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她跟我說 好像... 我忘記了,我本身好像有些工作 應該都是一件重要的事 我說,很怕下雨 那天她說,不會下雨 過幾天天候彈 我說,為什麼呢 然後她就說 因為她們的水上人說 她們的天候彈一定不會下雨 就是這樣說 當然,天有不測之風雲 我們不可以說100% 但她們的心態的取向就是 那天天候彈 那天就不會下大雨 反而我想問 剛才阿伯母,你說她在船上還沒回來 她不停地紮 紮到達為之 是連環地紮 還是要隔一會兒才再紮 我猜她是隔了一會兒的 如果不是這樣 如果不停地紮 以紀律來說 很無聊的 除非像鬼古王那一期 那樣黑才會清 沒錯 紀律才會不停地 任杯任杯 那未必是這樣 我猜都是一段時間 可能紮三次 之後等一會兒又紮三次 你說過這件事 我之前也有提過 譬如做一些水上人 水面人的禮儀的時候 做一些法事的時候 他們很多時候也是用聖杯 因為他們的習俗多很多 例如餵飯、招雲、水面招雲 全部都用聖杯 然後 麥後跟玲高談過 原來聖杯這件 這個占卜的工具 其實是用來 從天后廟那裡 引伸出來 因為不是每個廟都有 是天后廟 可能就是因為這件事 水上人才 跟天后 甚至乎有關聯 水面的事 都是關聯的事 因為水上人 他們很相信天后 因為他們出去打魚 即是他們以水上去做事 因為他們在大海 他們沒有東西可以相信 而且以前沒有天文台 他們祈求的 或者他們依賴的 就是天后娘娘 通常廟就會對著 例如大家去過西貢 會知道西貢有個天后廟 其實逢海邊也有 對 剛才鬼古王說逢海邊有 但現在那個天后廟 你覺得要走15分鐘才到海邊 填了海 因為填了海 其實以前都是說那個天后廟 都是在海邊的 我跟鬼古王都試過去一間 有供奉的天后廟吃盆菜 不過它不是在海邊 那裡真的不是天后廟 不是海邊 可能都是填走了 那裡是內陸 大約是這樣 說在海邊 天后廟 我不是天后廟 我說一個挺好笑的案子 給大家聽 已經有很多年了 這個案子 也有七八年前 我在青島 在青島去了一間 很出名的道貫 當地很出名 青島是在大陸的 山東省 我去到青島 青島出名的是一個 很漂亮 很歐洲色彩的城市 那裡周圍都是海 我們去到那個道貫 進去 我自己很慣性 看到莊香 我一買了香 然後莊香 很特別 突然間 有位道長就走過來 就說我們這裡的香 要怎樣裝 當然是說普通話 然後叫我跟著去 沒有辦法 你入香隨俗 去到別人的廟 人家說怎樣裝就怎樣裝 我跟著他 因為我買了一閘香 他叫我這裡裝幾支 這裡裝幾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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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是就跟著他 到最後 我剩下三支香 只剩下一支香 他就拿一支單給你 不是 因為我已經買了 我買了香 我去到那裡的時候 然後他突然叫我 咦 我拿著兩支香 我以為他叫我上光 後來就叫我上一支香 那還有一支香 然後他叫我黑了眼 我黑了眼 然後他就抓住手 叫我 你千萬不要閉大眼 叫我千萬不要閉大眼 叫我千萬不要閉大眼 跟著他走就可以了 你不會跌的 我唯有跟著 就帶你換血 我說了一句話 你抹大眼就會不漂亮 那你會不會很害怕 我是不會很害怕的 因為那時候日光日白 有很多人在 而且你沒有先兆 我突然有一個人走過來 還要你閉大眼 然後他叫我拿著一支香 叫我刀面 叫我抹大眼 他叫我拜三拜 然後交了香給他 交了香給他 我交了給他 交了給他 然後他幫我裝上去 然後叫我伸對手出來 然後我向前伸出來 手掌向上 然後你為什麼要做動作 我不需要的 看來 入神入格 我只要黑了眼睛 現在做動作不需要 那時候 當時 我現在 他叫我遞到手掌 就遞出來 我遞出來 然後他說 我感覺到 放了東西在我手上 然後你可以 睜開眼睛 然後我睜開眼睛 我看一看 你知道我看到什麼嗎 我不是看我的手 我看到我前面 有一個 三層樓高的金身財神 三層樓高 金身財神 我看著他 嘩 這麼大的財神 然後我看一看我手上 有一張單 不是單 是一個金色的太極盾 我拿著太極盾 然後在牆上 有幾樣不同的擺設 他有標價的 我那個就是一百元人民幣 我看著 我看著 在第二手上 他叫我接福 我就接福 然後 難道我說不要嗎 是啊 我沒理由不要 玩小孩子的 我沒理由說不要 我叫我接福 而且 不是太貴 不是太貴 但他看人 他看你什麼人 他知道我是香港人 他拿了一件一百元 當年也比較好 現在我也不知道 他還有一些貴 也有一些很便宜的 幾元都有 如果你接了那個 是一萬元 一萬元 他被迫說不要 只是給回去 但是問題 其實心裡都會不舒服 如果他給我說不要 他就是辛苦你這件事 但問題就是 他也不是真的給你的 他在我面前 還要摘聖杯 他要問一問 這件事 是不是你拿得先 這樣也好一點 才會給你 這樣也好一點 很神聖效 幸好拿得 我告訴你 這樣也好一點 他一摘出來 第一次就聖杯 他就恭喜我了 拿得了 如果不行 他去換第二樣 去換第二樣 由低換 還是往高換 我不知道他會換哪樣 下來 這樣他也要摘聖杯 合理一點 我以為他說 即是摘不到 就算了 不給你了 那我也覺得 咦? 公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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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求他,沒有說不行,他只是付錢而已 這件事實在是可以的 我原本以為是很神聖的 突然說他這樣 所以我經常都猜是否給了一張單 刀子是給你一張單 刀子是給你一張單 這就是關於之後他給不給你,也要問聖輩 其實問聖輩都有很多不同的規矩 待會回來告訴大家 入鄉隨俗,我進到山東這間道觀 跟他們的方法,很意外地拜了一個財神 在一個聖輩之下,就拿了一份接福 其實摘聖輩,原來都有一些規矩 這些規矩是怎樣呢 首先,你要找一間道觀或者寺廟 你一定要清楚這間廟或這間廟是拜什麼 不是隨便進去的 拜什麼都不知道進去就沒有用 進去後,拿著香,就要背著大殿 向著大香爐 即是反過來 即是要轉個圈 沒錯,通常大香爐和大殿 中間的位置,背著大殿 向著大香爐上香 上香爐的時候,在那時候已經要稟了 稟上你自己叫什麼名字 出生的年月日,住在哪裡 今天來是想求什麼 稟完之後,就入殿裡面 我現在要以道觀來做一個參考 拜了玉皇大帝,拜了三清 尤其是大家留意一下 因為道教很多時候是佛道如三教合一 所以其他三教大殿 你們也要拜了 即是可能不屬於真正道教的 例如釋迦牟尼像 你們也要拜了 拜了全部之後 接著大家就可以準備去摘聖杯 當摘聖杯的時間 又要重申一次 你叫什麼名字? 住在哪裡? 什麼時候出生? 我想問什麼? 記住問的問題 是要簡單清晰的 可以還是不行? 是還是不是? 是還是否? 是問這些 就像剛才的寧哥說 是否返回? 船是否返回? 是否返回? 是否返回? 問得清晰一點 不要那麼類聚 不要那麼長 不要那麼類聚 不要問為什麼 你用這個方法去摘聖杯 如是仔,你摘出來 你看看你第一個杯是什麼 當然 如果有些人看到 第一個杯已經是聖杯 可以收手 其實是不對的 要摘三次 應該要摘三次 如果你三次都是聖杯 就恭喜你 就行了 如果你摘三次 裡面有兩次聖杯 都可以 但是如果你摘三次 都是陰杯 你就給點心機再摘 他不會不讓你再摘 你可以再摘 但是 當你摘到最後有了結果之後 你就不要再摘 例如 我摘出來 已經是假設三個陰杯 終於你摘到一個聖杯 就算了 你收手了 你收手的意思是告訴你 剛才我情況下 是做到的 不過很艱難 你不要再摘到連環三個聖杯 這樣其實是沒有意義的 就是十次聖杯 追回二十個聖杯 就不要再摘到連環三個聖杯 但是我想問一下 其實他 譬如說 摘的時候 我們經常說要誠心誠心 其實我真的 我理解的誠心 就是很集中精神 去想著那件事 對 只想著那件事 對 這個就是誠心 對 那位接著抱著這個心情 集中精神 因為我其實有時候見到很多人去求籤 也好 或者摘聖杯也好 又說單天 又看地 又擺帽子 中間跟隔壁聊天 一邊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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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邊去喝茶 對 玩手提電話 那又來了 所以我誠心很重要 而且剛才 我不知道有沒有漏聽到 在說品出來的那件事 其實我們如果派 例如本地的神 或者去問這些事情 我們應該說出來 說出來 還是心裡面說出來 我又這樣說 其實正常是品 什麼是品 品是應該有聲音的 即是說的 但大家又留意一下 有時候不要怪 因為實在那些騙徒太多了 你叫品 將你的姓名 電話 地址 連名都被說出來 其實好像很不利 其實我平時做儀式 因為我聽到太多不同的眾說紛文 一是用心品 經常說是用心品 有些像你說的 品其實是用口品 那我就會跟主人家說 你自己的心又想著 你自己的口又說著 當然我不是騙徒 所以你可以讓我聽 所以我剛才說 人哥說的一樣 上一節我講過 我在港島區 一間很著名的廟宇 其實他拿了我的資料 他不斷從大電路品出來 喝出來 喝出來 其實整個大電廳 聽完我是什麼人 花仔鬼故隆 今年幾十歲 就是他那些 我居香港浮哪裏 全個大電廳都聽到 我什麼事 問什麼 求問性病一時 究竟有沒有很可愛 神經病 因為有個聽眾 他都說得很好 有時候我們去求神問卜 你問那個 他是阿當 他的發音不太好 他覺得 你問那條問題很重要 如果你問得很空泛 你也會得到答案 但答案不就來得很空泛 因為你對不到 你問到這樣 會怎樣怎樣 他也是這樣說 如果你真的要二選一的問題 不如不要求簽 就問聖輩 有些人經常很想問 問問我的事業如何 哇 那件事是空到 那件事真的很寬 其實整件事 有時候我幫人做占卜 例如液經塔羅 或者煤花液數 做一些占卜的時間 我都在占之前 我經常跟別人說 好了一個規矩 你要怎樣占 我們問你的事 一定要問近不問遠 問一些實質的事 不可以問一些空泛的事 太虛的事 我經常會舉個例 告訴他們 例如什麼是實質 什麼是問近不問遠 首先說 例如你不見了人包 零哥你不見了人包 你應該問的問題 就是你能不能找回人包 先 再問另一個問題 我在哪裏可以找回人包 但有時候 在一些 特別可能是液經塔羅 他們不是 意思是 你問了 yes no 可以解釋 因為液經塔羅 還有很多可以解釋 有掛像可以解釋 有掛畫也可以解釋 解釋很多不同的東西 但問題是 起碼知道 你一問就問我 我不見了人包 我哪裏可以找回人包 其實你根本沒有可能找回 你正在問兩個問題 你應該一問就問 找不找回 原來你根本找不回 何必再問哪裏可以找回 你要問到 原來找得回 第二個問題 再告訴你 我在哪裏可以找回 然後我回答 就在你的袋子裡 然後沒有說 是在我的袋子裡 是在我的袋子裡 拿錢 有一次我幫一個朋友 他不見了職員證 他很緊張 因為不能回到公司 然後他問我 然後我跟他說 我第一人幫他找回 然後他還沒開 第二支掛 他說找得回 怎樣找回 我說你不用去找 你的職員證會自己回來 然後他問你神經病 你怎麼會自己有腳 然後我用WhatsApp通知他 然後轉頭我WhatsApp響 他問我 正在自己回來 原來他自己 早一天把他的證 借給同事 他忘記了 他以為自己不見了 他同事上班拿著他的證 開門 各位聽眾 如果有什麼問題 立刻打上來 鬼故隱會回答你 突然有沒有這麼快 其實聖杯也好 或者做一些占卜也好 我們盡量把問題精簡一點 宿窄一點 不要太空泛 問我什麼時候會發達 問我會不會中落彩 通常都是這樣 而且你們大家 當他是一個神也好 一個統計學也好 你要別人明白你問什麼問題 我就不回答你 你不要問得太空泛 而且問這些問題 尤其是我們《易經》也說過 叫做善逆不占 其實《易經》不主張你們做占卜 但占卜是占什麼呢 這是非占不可的事 即是說我真的拿不到主意 或者是一些國家大事 以前是這樣的用法 但慢慢流傳下來 慢慢當然不是 很瑣碎的事情都會問 鎖匙在哪裡 但問題來說 都是一件事 你沒有什麼必要 你就不要沾 但沾的時間 大家都要了解一件事 其實他是給你一個指引 這個指引是幫你做一個決定 有時候有些事情你左右做人難 究竟做好還是不做好 他加強了你的信心 去做一件事出來 令你覺得還是好 做吧 或者不做 讓你自己知道 還有大家有沒有發覺一件事 很想這個占卜是適合自己的心碎 一定是 一定很想適合自己的心碎 但你要配合自己的做法 有時候未必是那個答案 是啊 我們題目原本就叫做求籤 就問卜求籤是擺頭位的 我們把求籤擺到來 然後聊聊聊 看一看 只剩下一節說 我們不是有心 又想開續集的 你們要快點 不是等一會 連這一節也沒有了 我首先解答了一些問題 有聽眾問我們 喂 這麼多廟 這麼多冠 他們有這麼多種不同的籤 例如黃大仙 有黃大仙 車工廟有車工廟 觀音廟有觀音廟 那些籤是否一樣的呢 我可以告訴大家 是不同的 觀音廟的籤是觀音廟的 黃大仙就是黃大仙的 裡面是不同的 但現在你不要想著拿著黃大仙的10號籤 就拿去觀音廟解 即是忘記了解 拿去那邊解釋 可以嗎 不行的 我不排除那邊的廟觸式解 但最好不要 因為都不是那間廟的 另外他有一個問題 究竟在籤筒裡面有多少個籤呢 很多 這是一個謎 但又是不同的 也不同的 一般來說 會有36 64 60 100 120 其中有60籤 我們叫做60甲子籤 一個週期 就是中文計算 一個甲子 所以就用60甲子來做 64支是用易經來做 因為易經是64掛 大部份的廟都會用100支籤 100支籤 通常都是用100的 不可以說通常 很多廟都會用100支籤 100支籤的時間 剛才說過 1號籤和100號籤 其實是應該要還神 1號籤 即是頭尾籤 都是上上籤來的 都是上上籤來的 都應該要還神 兩支籤 至於籤筒裡面 是很特別的 大家有時候拿過籤筒 都知道 有些小一點 有些很大 有些很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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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他們要選擇 有些一樣都要選擇 其實無論是哪些籤筒 你自己看上去 你覺得最順眼的 你又拿那個 但有時候老實說 你不要想著 我拿一個小的籤筒 便會比較容易熬 其實小的才會比較難熬 你拿長的 反而容易熬 有時候大家有沒有留意到 當你很誠心 一邊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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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怎麼辦呢 為什麼呢 當然一邊熬 一邊熬 應該也是選擇最順眼的 其實各處鄉村各處例 我講了一些大陸的做法 大陸的做法就是 如果同時間 掉兩支出來 就兩支都拿去 兩支都拿去 但是如果同時間 掉多過兩支 即是三支或以上的 重新來過 是 但是我很多時候 我看到別人熬籤 都整個筒 整個抽飛出來 那些都是 那些都是年輕人 那些真是不幸 那些都熬出來 我看到很多都是 那萬一 釘起一百支籤文 讓他們回去溫一下 自己慢慢溫 中了 但我有一個想問 我經常拿起籤筒 那些阿婆婆當然是做一個動作 是 拿一下 鬆一下 這個是洗牌的原理 要的 要做這件事 是需要做這件事 你要轉一轉 讓他裡面順一點 有幾個原因 第一個原因 就是上手求籤的人 是什麼人 你不知道 他的氣場可能還在 所以你要先動一下 所以第二件事 令到籤比較均勻 第三件事 要看一看 有沒有那些 你拿著綠色的籤筒 裡面 有些紅色的籤在 是什麼意思 插錯了 其實他們分數 有多少隻顏色的呢 沒有定的 通常都是幾隻 紅色、綠色、黃色 總之告訴你 是同一個系列 就是讓你不要錯 但你發現錯了 就不要拿個桶 或者你叫好手尾幫人 如果譬如我知道上一手 剛剛抽完上上籤 那個氣場很厲害 我特意不搖他那個 這樣行不行 那就是那個人不順眼 但有些事情 你太過特意沒有意思 你明知道 那支一號籤 例如你拿上手 看到那支一號籤 突出來了 你就拿那支 當然不行 雖然台灣 他們流行 他們求籤 不是這樣搖 他們真的搖出來 你搖出來 你不是看了才搖 你搖了才看 但其實 在你求籤之前 你拿個籤筒出來 你都拿出來 看一看 好些 為什麼呢 不是叫你數 不是叫你數 數一下夠不夠一百支 因為就算不夠也好 都是天意 可能天意就是要你拿這個籤筒 是不足一百支 有幾支籤沒有 或者最差的幾支沒有 根本你沒有機會抽得到 注定你沒有最差的環境 可以 這樣都可以 但問題就是 你要看一看字是否清晰 因為有些字很不清晰 用得多 你就不要拿這個籤筒 就搖出來 你都不知道是幾號籤 明明是好的 有些人 你明白 看到有些人 寫上去叫22號籤 那一環 究竟是不是一環 是21還是22呢 你都不知道 所以這種 都要留意一下 留意一下 避一避 一般人求籤 都是跟摘聖杯的方法差不多 但台灣人是很特別的 原來球員籤出來 還要摘多一次聖杯 摘多一次聖杯 首先要問一件事 要問這支籤 究竟是否屬於我 就像剛才你那個財神一樣 不好意思 我說錯了 說漏了 是在求籤之前 先摘聖杯 就問我今天應不應該求籤 他說可以 求得 你才求 求完再摘聖杯 問這支籤是否你的 是你的 你才可以拿去解籤 那件事確認很多 確認一點 即是真實一點 但他們會不會都是 好像平時摘聖杯 摘到得為止 還是三次不行 不求 或者三次不行 不拿去解籤 三次不行 就不是你的 不是你可以再求過 就算你拿了一支上上籤 你拿了一支簽 你不知道 兩支簽是八號籤 你以為是上上籤 你聽到八號籤 很容易頭 原來拿到八號籤 可能是下下籤 你不知道 所以拿著號碼 你根本不知道是上籤還是下籤 所以你就照樣再求 求得一支 是可以的 這個世界上 有沒有人是自欺欺人 都要逆天而行 其實會的 我也試過 扯遠一點 我自己問卜的方法 即是當時我是塔羅的 我自己揭揭完 其實是 不是錯 解釋其實應該是不好的 然後我就去上網找一些方法 一個這樣的陣 突然出現這樣的情況 其實會不會有特別的意思呢 會有 但我覺得這個舉動 其實已經不好了 但那一刻 問卜者其實自己 都不想 因為他們太想解決這件事 太想有一個好的結果 就會變成 不如去美化這件事 就像球簽一樣 這支好像記得不是 然後插進去 我相信會有的 求到一定得為止 我覺得是有很多的 其實簽也有很多種不同的說法 簽文不同 剛剛說過不同表 有不同的簽文 原來有些簽文很有趣 有些簽文比較溫和 有些簽文比較凶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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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如你去關公廟求簽 那些簽文比較有氣勢 有化氣 說話比較凶狠 軍訓形式更多 軍訓形式更多 如果你說我不是 我去制公廟求簽 可能制公廟的簽文叫做 輕鬆一點 你看周星馳的戲多 輕鬆一點 鬼馬一點 就是不同的廟出來的簽 方法都是不同的 簽文是不同的 我聽聞現在黃大仙解簽的 全部都要他們黃大仙遲 他們本身要考試合格才讓你解 黃大仙的感覺比較斯文 他會的 正氣一點 輸身一點 輸身一點 是零高一點 輸身一點 我一點都不輸身 鬼估說是關公廟 關公簽 打氣的 我是制公廟的老黎多 把簽文貼給你 一般求簽都是求難 大家可以數的東西 求財 問病 因緣 因緣 學業 還有什麼 自身 公明 尋人 失物 綠甲 求雨 也有 求吐 求吐 因緣 但我想問 說了這麼多 大家常常說 最多人求的是自身 求自身就是求什麼 什麼都求一下 求自身就是大圍 就是自己的大圍 over 就是幸運不幸運 好嗎 這陣子 好還是不好 運勢信不信你 差不多了 其實求自身 其實自身想告訴你 就是想告訴你 給了一個指示 告訴你 你接下來的態度 應該是怎樣 不好意思 整件事的態度 我想問問 其實 我突然間生氣 我怕不夠時間 所以我先問了 我們雖然剛才只是說 簽和聖杯 聖杯 但我突然間浮現了一個 你們有沒有見過 有些人擺地盪 有些小鳥 我也想說這件事 人小解簽 我快速地說一次 我也很喜歡這件事 這些小鳥解簽 說就叫做靈鳥 算命 但其實 真的 我們也有人去跟過 看過 怎樣做出來 就是一個訓練 他們訓練的小鳥 是吃一些酥餅 這些酥餅 做成一粒粒 整個訓練過程 我不說 人家賺錢 我不說怎樣訓練 其實他們把酥餅粒 放在一支簽上 出來其實是在釣 那些酥餅粒 是 拆了一塊 但整個訓練過程 都蠻複雜 是 喵喵驚心 殺多埋身 黑修流 都蠻複雀 冒斟 都蠻複雜 以及 零雀占卜當然有部份是用我剛才所說的方法 經過一些訓練 零高亦說了一些基本上是想不明白 可能這個真的是神通 這個也是零雀隨意抽出來的 亦都完全不排除 你知道做這些占卜是各思各法 大家有不同方法 相信有不信無論 覺得有趣就玩一下 不要盡信 剛才所說的占卜 大家都是用來參考 不要抽到好和不好都很賞心 因為始終都是命運控制自己受傷 回到現在的通靈熱線 想延續星期四 我曾經講過一個故事 或者講回之前的資料 話說這個案子發生在我的朋友身上 之前都講過 他在大國咀對出一個高級的住宅區 向海的 即是你以前居住那裏 我那裏不是的 我那裏是中級的 然後再出海皮一點的 其實那裏就是我朋友去租屋 找一個地產經驗 經紀層就真的找了一間屋 他的租金是比一般那裏便宜一點的 又不是便宜很多 但是便宜一點 但他第一時間都問 這間是不是空窄 經紀層又斬釘像鐵 他就說不是 所以就搬進去 最初住了兩三個月都沒事的 但是到了中段時間 他是一家三口的 還有工人姐姐 有四個人在房子裡 老婆和一個四五歲大的女兒 發生什麼事呢 就是說住了兩三個月之後 這個女兒有一晚睡了半夜 大哭 哭得很厲害 然後媽媽就回到房子裡 看看她還有什麼哭 發覺她的床是濕了的 最初都在想是否蠟燒 或者是打死東西 我沒有特別理 如是者第二晚第三晚都發生同一件事 然後媽媽真的跟女兒睡了 又沒事發生 但是到了媽媽始終跟她睡了 可能一個禮拜 媽媽又回到她的房子裡睡 又來 這次更厲害 她衝進女兒房間 女兒不在床上 但她的床又濕了 然後她聽到一些聲音 在露台外傳過來的聲音 好像很急步地跑到露台 她就突然跌倒了 為什麼呢 一開燈之下 原來整個地下 都是有條水痕 又把床的地下拖到露台 露台是濕了的 那女兒在露台哭得傻了 其實之前她哭的時候 也有問過她 做什麼事 其實她也不知道 她也不知道 突然間一下子 可能被人弄一弄 又醒了又哭 很害怕 這次你出到露台 他們沒有理由玩的 這些環境 你去管理處 又沒有投訴 你去警察 又報警 又沒有人理由你 他們都是找師傅 他們找師傅 不是回家去看 是去廟宇找她 不知道是道堂還是廟 都是問她 什麼事發生 據她的家臣說 其實家裡 是有一隻女鬼在 本身女鬼是無疑無女的 無疑無女之下 其實就是看中了你的女兒 簡單來說決定要你的女兒 要索命 當然聽到這件事就很害怕 她也沒有特意請過師傅回家 真的回家搬 她又不是搬了所有東西 她是收拾小包袱 然後回到阿嬤家居住 我朋友的媽媽的家 回家住的時候 他們當然是覺得有問題 我這間又不是凶宅 究竟發生什麼事 上網看看資料 當然也是看看凶宅那些 她就發現自己的房子 單位樓上的那層 同一個單位樓上的那層 原來之前有個女人 因為她老公有外語 就斬死了她老公 然後這個女人就直接跳下樓 然後直插樓泳池分開兩件 那時的新聞也應該 我知道到哪一段 然後他們看到很害怕 又關我什麼事呢 樓上的事 可能他們不知道有沒有聯想 但是她就去再問這個師傅 我樓上原來發生了那件事 然後再問 原來在這個女士跳樓之前 跳樓的時候 是撞到她家裡的東西 可能是欄杆 可能是槍框 可能是槍框 或者是鳳牆 而她撞到的時候 可能有些東西發生了 或者撞得太厲害 不知道她 或者是在那裡 然後就在泳池裡濕透了 其實一邊身是濕透了 好了 她就是這樣說 她說她的雲頭 就附在她們的牆身上 她有這樣說過 好了 然後她們當然 而這個女人正正是無兒無女 也很喜歡你的女兒 就是這樣發生這件事 OK了 始終你也要解決這件事 其實她們都會搬走了 沒有特別做法事 因為要租回來 所以就這樣離開 好了 上次就說到這裡 其實後面發生了什麼事 當她們搬到另一個地方 起初又是沒有什麼事 過了一個多兩回事 即是已經離開了屋 離開了 即是不是搬到隔壁 不是 是離開了 因為這件事她太陰影太深了 然後直接搬到另一個地區 好了 住了兩三個月之後 仍然是 為何突然間 女兒有一晚又哭過 又哭過 好了 這次也是在床上 然後一看到這個人又害怕 又驚 又離開了 然後這次真的請師傅回家 是的 她就說 原來就是跳樓的那位太太 其實她本身在牆上 但是你們離開的時候 她就扶在她的床上 跟著她走 即是搬到屋後 搬到她之後 所以之後發生的事情 就不用說了 當然是會做一些發事 以及把床丟掉 這件事也在說 不是你搬走 就是這麼簡單 她丟掉了床 也未必可以 她能夠由牆轉到床上 也可以由床轉到梳化 但現在就是在說 她在家裏做了一些儀式 因為之前沒有在家裏做任何儀式 是純粹去一個地方問這件事 所以變成都是有機會 會附在不同的事情上 這個我相信大家都經常聽到 你說到泳池這件事 其實我另外有一個 關於泳池在新界區 是否能說到屋苑名字 不是的 是公眾的 不算了 沒有說到 新界區算了 新界區 話說有些什麼事 都是聽眾曾經跟我說過的 就是說 有一個朋友 今年三十多歲 但她說這件事 發生在十四五歲的時候 當時他們晚上很喜歡游夜水的同學 有一次也是去游夜水 大家在泳池邊吹水聊天的時候 突然聽到在另一邊的場邊 我在這裡 過來找我 過來抓我 她經常聽到這些聲音 但她幾個同學有些聽不到 如是者 她每一晚放學都會去 有一晚她終於忍不住了 所以要去爬上那幅牆 爬上那幅牆 看 沒有人 看來看去 周圍看 然後看出去 又是草叢 然後就回來了 其實仁哥很壞 經常說一些故事 就是1.5個 然後就被喇喇 你不要妨礙我 我留給你下次說 我一定要留給你下次說 這樣我們才可以哄到我們的觀眾 繼續聽 今天時間到了 多謝各位聽我們的節目 拜拜